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街头艺人在欧洲非常的普遍嘛 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亚洲面孔 正好呢我的专业需要大量的去面对观众 紧张是我一直难以克服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着去试试 来到法国之后我发现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非常的刻板 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打破常规 用他们熟悉的西式乐器和传统的中国服饰中国乐曲 来一个文化的碰撞 天长日久 整个博尔多都知道有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中国姑娘 在街头拉小地形 我还因此上过博尔多城市杂志的封面 中文字幕志的封面 像这样的情况很多的 有人会开着视频和家人朋友分享 有的人会唱歌 有人在我面前翩翩起舞 我印象深刻的 有一对老夫妻在我面前跳了一只华尔滋 我当时因为没有能拍摄下来 难过了好久好久 还有一次我旅行去客人蒙废了 遇到了一位就是男人妈妈 她抱着一个小孩 在我面前泪流满面 我一曲结束之后 她过来和我聊天 说想让我给她的婚礼拉近 她告诉我说 她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五年 而且她觉得中国就是她的第二故乡 她听着我拉的中国乐曲 就不由自主地就哭了 其实我之所以能够爱上 当街头艺人 别你坚持这么久 就是因为我能够得到来自观众 非常直接的反馈 他们会特地过来给我说谢谢 还会给我写小纸条 写诗 画画 这是和在舞台上演出不一样的感觉 舞台上的话我单单的就是输出我自己 但是在街头我在感动他们的同时 他们也在不断地给我感动 对于西方的观众的话 他们不会觉得我穿着汉服演奏中国乐曲 然后又用了一个西式的乐器演奏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我觉得乐器它只是一个载体嘛 其实音乐是不分国界的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拉天录的时候 有一队白人母女就在我的面前听得十分的入迷 我还看到那个女儿就眼眶都是红的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中文歌它的背后的文化背景 但是他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音乐的力量 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提升 新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留学生 会非常自信地向海外展示我们自己的文化 像我一样的留学生非常的多 我们都在为文化传播 天砖加瓦吧 我现在呢其实也在学习中国的乐器 比如说二胡 古琴 笛子 我希望把它们都融入进我的作品中 其实我之前已经做过一次尝试 就是我把古琴和小提琴 搬上了我们学校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